近视焦州湾海域发现海星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立即行动 组织开展海星清理行动 最大程度挽回养殖户的损失 我现在是在焦州营海码头 在我身后是刚刚靠岸的打捞船 我们可以看到船上有满满当当的海星 那这些海星呢都是养殖户们 从红石崖海域贝类养殖区 自行捕捞上来的 大约有三吨重 记者了解到这艘打捞船 从早上九点到达焦州湾 红石崖海域贝类养殖区 到下午三点 已经用拖网完成了三次海星清理 每次收网的打捞量都在一吨左右 其中90%都是名为 多级海盘车的海星 养殖户告诉记者 最近爆发式增多的海星 让隔离养殖户们损失不小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在了解情况后 结合专家意见 认定当前海星数量已对焦州湾贝类养殖生产 造成危害且有蔓延趋势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多级海盘车是我国黄海沿岸常见的冷水性海星 每年10月至次年1月进行繁殖 作为一种贪婪的掠食性生物 海星主要捕食 双壳贝类 海胆 牡蠣和海葵 是焦州湾海水养殖产业的重要敌害生物 下一步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将组织相关专家 加强对海星发生机理的研究 建立海星爆发预警体系 进一步保障焦州湾贝类养殖安全